今天在我昆凳身边有叶巧琳小姐 Hello Hello 大家好 Hi 你好 今次有你的新歌 上次在雨中起舞之后 很浪漫的感觉 今次更进一步的一对一 感情到第二个阶段 升华了 真的认定了这个是你的伴侣 可以交往的对象 可以长久地交往的对象 其实一对一是说这个女生 会和男生出去一个浪漫的约会 浪漫的约会之前 我究竟要选什么衣服和约会 女生很有趣 女生除了选外的衣服外 都会选内衣 那男士也应该要的 是的 不要再穿洞的 是的 襪都不要穿洞的 是的 如果知道有机会要见到人 都应该要收拾自己的 就算你不知道会不会见到人 但是 旧了也应该要换的 是的 而且你都会想全身是最完美的 甚至女生的指甲 全部都会收拾得很漂亮 我想回我自己想当年 真的和我男朋友第一次的约会 或者是 去到这个阶段 你会怎样呢 的确是真的会这样做的 会不会特意买那套新的约会 定期都会买的 即是有存货在我家里的 是的 因为我又不是那些 我洗衣服那些 又不是那些 特别会护理那些人 那变成老板会懒 所以要买过 你明不明白 感情昇华到 在雨中共舞完之后 很浪漫 可以和她一起去拍 应该叫 约会了很多次 接着去到一个家庭 觉得我可以 去个男生家 或者个男人 可以去我自己家 可以有一个多些 亲密一点的机会相处 除了选择衣服之外 其实你还有什么要准备呢 当年 心理的准备 是的 会想一下这个男生 值不值得呢 这个男生值不值得我 去 给他见到我最珍惜的一面呢 嗯 说给他听我 以前的戀爱的历史是怎么样呢 嗯 其实都有在歌词里面 一对一的歌词里面 都要忍悔地在说 层叠式去透露 不要那么快被人看完 嗯 要慢慢来的 所以其实爱情这件事要慢慢来 当你认清了这个人 真是值得你去爱 值得你去为他做那么多事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事都是殉其自然 嗯 都不用一次过给底牌对方看的 不要啊 千万不要啊 给回少少少神秘感 没错 有空就多给他看 对啊 少少而已 对啊 少少慢慢滲出来 因为两个人相处 总要有时间的 你不要太过rush 太过冲动去做每一件事情 慢慢了解对方多一点的时候 你才可以 踏入去感情道路上的下一步 嗯 但是呢 我再有一个再真实一点的问题想问 好啊 问呢 就是通常那些女士 就是要扮演得很漂亮 扮演到自己完美才会见对方 是 但是呢 介不介意被对方看到素颜的那一刻 哈哈哈哈哈哈 哄醒之后怎么办 一开始真是会介意的 会的 你会害怕的 但是没办法 就是当你 和这位对方 有一种 mutual understanding 你们知道大家都爱对方 嗯 其实你 就是我知道日本那些人 是不需要这一步的 就算他们结婚 结婚很久 仍然都会在早上 老公起床之前都会发妆 是是是是 我知道这一样东西 做一小时起床的嘛 但是 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哈哈哈哈 你应该是男朋友叫你起床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他一定会做这一样东西 大家都知道我拍了一段 很长很长的一个拖 那么我现在是 当然一起住 已经是完全素颜状态了 出街是完全是T恤 牛仔裤戴眼镜戴帽 我或者你们在这一条街头 是认不出我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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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是最好的 以前 ollabare 的 Person 其實外表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那個人真的愛你 不是因為你的外表 而是因為你的內在 他喜歡你裡面的東西 這次先回來首歌 一對一我聽到的是一個很 很不葉巧琳的葉巧琳 當中有你的東西在 但同時我聽到的是 一個很新鮮的演繹 多了一些性感感聲 還有氣聲 還有那件事我會想起 是90年代的林憶蓮 那堆很Urban那堆歌 但是用了一個很Modern的方法去做 我看完Credit就知道 這首歌應該是那時候去 斯德哥爾摩的寫的 好 我告訴我 其實你寫這首歌的時候 或者去圍在一起去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想什麼的呢 其實我們都是在想著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在flirt著的一種情境 其實大家一聽到這首歌 一響起那個bass 這個一來第一個group就已經是他 那時候一有這個group之後 我和另一位Josephine 另一位也是寫旋律的一位女生 我們兩個一起去磨合 一起去寫的這首歌 其實當時就已經在想著 一男一女flirt著的一種情況 那時候我有沒有多想 因為其實我都是聽開很多的外國歌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外國歌 說話很直接的 是 就是我flirt就是flirt 就是我去 我去怎樣就怎樣 在愛情的這個觀點上面 他們是很開放的 反而可能回到現在 今時今日的香港樂壇 比較這類型的歌是少的 但是你想想之前的年代 是比較多的 比如你說到林一年 或者當年的劉美君 是的 這些他們會比較多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 反而思想的保守呢 其實我們思想很開放的 這樣 所以我來到這首歌 收到這份詞的時候 我也都不介意 我覺得其實沒什麼 還有大家看到一對一 這個 topic 然後看到詞 你們未必可以第一時間 就想到這麼deep的東西 未必想到2B級的這個畫面 但是如果我跟你說 可能是關於內衣的 那大家可能就馬上想到 這樣 就是有少少的guide line 大家可能看完你的訪問 我們這個訪問 大家就會知道 發生什麼事 但可能大家也可以反思一下 為什麼這個樂壇少了這麼多這些劇 好 MV方面有一個很好的畫面去配合 是 完全整件事出來了 由你怎樣去選擇 三開始 喂 歌曲上面你就說自己 無所謂完全接受到這樣的題材 是 但MV方面的赤道呢 嘩 應該算我有歷史裡來 是第一次這麼性感的 是 大家看到這三方面很性感 行動上面很性感 很大膽 很大膽 一位同學幫我做男主角 Joseph 都很開心 他肯幫我去拍 大家都這麼熟 還要這麼 close的鏡頭 之後 裡面的赤道 其實初初我都不知道 那麼近的 那麼近點 我以為 我以為不用這樣 但跟著 去到 就是欺騙你 不是的 我沒有想過 導演想我們珍惜 嗯 但是因為 上頭有命令 我背後有一個男人 有一個命令 就說 不好吃 OK 都還要尊重他的 都要尊重他 雖然那刻叫分手 沒錯 因為要投入 要Being 要去真是愛這個男主角 我才可以投入到 因為我眼神裡面 我看著他也要有愛 所以我就跟了我男朋友說 嗯 我可以跟你分手 十幾個小時 拍MV那時候 但是我求你 回來的時候 你不要不要我 我是真的這樣說的 他都很好 我回去就跟他說 我們鑊皮分手了 你要回我的行 然後 你也知道 你之間就會抱回 這樣 他也會抱回 剛才我也跟你說 你這次為了拍MV 要入戲 嗯 想自己是假裝的 是 那你就要跟自己的男朋友 喂 我們先分手十二個小時 然後 我回來就回來的了 但是你每次拍攝 或者下次再有些類似的狀況下 你就不斷要跟他叫分手 怎麼辦 怎麼辦 你的男朋友很大件事 我這樣 所以 我覺得他很好 其實有很多人訪問我 很多人跟我聊天 都說 你男朋友真的很偉大 可以跟你拍到分手九十九次 暫時 這個是第一次 這個是第一次 我不知道將來會有 還有多少次 但是 我覺得 他 要大家給他多一點掌聲 很大量 很大量 還有 換上我 我未必可以接受到 但是 為什麼你不找他幫你拍 沒有 有人跟我這樣說過 但是 一來他不喜歡鏡頭 他不喜歡出鏡 他喜歡 他自己安穩的生活 我不要緊 看不見樣子OK的 很多MV都是這樣去到下巴 這樣嗎 沒有考慮過 他不會喜歡做這些事情的 他喜歡做一個很平凡的上班族 但是 我很開心 他是他很尊重我做的事情 他會 雖然 拍攝當日 他有很多個Message 傳給我 跟我說 記住 你要Be Professional 你知道 OK 一定要很專業的 我都 當然 我回他也多一點 我也想他安心的 他看完MV有沒有合錯 看MV那一刻 我們這樣 那麼靠近 然後我們看 然後我就說 沒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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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說 因為有些鏡頭 可能他男生已經在我醫院 其實已經很靠近 或者鼻鐵鼻 他就是你的 你做什麼 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脫衣 為什麼 不是他脫衣 是你脫衣 不是 有一個是他自己脫衣 然後有一個是他脫我的衣 他會問 為什麼他脫衣 我只能回答 程度農事 程度農事 你就會這樣做 現在 我們這個水質女孩 什麼話 水質女生戀愛連續劇 第二部一對一 現在就已經順利變勢了 還有大結局 大結局去到什麼狀態呢 結婚生仔 歌寫好了 等著詞 我也知道詞是寫什麼的 因為其實寫歌的時候 已經跟林寶聊天 我等著歌詞來到 這個就是講自己女生的心態 當你一對一成功了 完成了 之後這個女生的心態 會覺得是怎樣呢 你知道女生有很多矛盾 不知道我給了這個男生 知道我內心是怎樣的 不知道 他會怎樣想我呢 是啊就是這樣 你想得很對 他會怎樣想我呢 這樣的一個狀況 下首歌就會聽到 究竟這個女生 怎樣去疑問自己 以及疑問對方 是啊 OK 這次一對一 有一個好的突破給自己 也有一個好的新鮮感給聽眾 下首歌會怎樣呢 我們就期待著 下次再聊天 好 很快就會見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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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